薔薇与机关花 从前有个大财主 他的家里有个漂亮的花园 花园里面的花非常多 有百合、玫瑰、茉莉、薔薇 一年四季总是热热闹闹的 大家最喜欢的是薔薇花 因为它高贵又漂亮 在花园里最鲜艳 机关花也长在这花园里 位移最角落处 一天机关花突然闷闷不乐起来 它懊恼地对薔薇花说 我很羡慕你 有漂亮的颜色和芬芳的香味 大家都喜欢你 还称赞你是世上最美丽的花 而我却一生平凡 大家连眼角都不看我一下 唉 薔薇叹一口气说 我开花的时间很短 就算人们不去摘 也会在枝头凋零 不像你可以长时间开着花 青春常在 这故事是说 每个人都既有长处也有短处 我们不必刻意羡慕别人 因为别人所没有的东西 或许能在自己身上找到 我会在这边